各位小朋友 我也很难说明白 但是当艳破月因为自己的心理原因错过选拔的时候 反正就是我不服 然后接下来的这一部分 也是我感觉目前为止很好的一部分 这一段说来也好玩 就是昨天我看完电视剧以后 大概凌晨两点多 突然微信收到了特战荣耀军事指导黄指导的两条微信 问我说兄弟今晚的看了感受如何 我跟黄指导说 我说这是我目前看这部剧 我觉得最让我有共情的两集 然后黄指导就兴奋的是 12 13集是这个剧最有温度 也是最有社会价值的两集 因为它这两集的话 主要是谈到了PTI 就像抗美援朝 对月自卫反击战 这种算是高烈度的战场环境 你在这种环境下 你才能见识到 就是作为一个人 你这个生物在这些战争的面前 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力 黄指导的原话就是 说到底就是人丧失了 最基本的安全感 在面对残值断壁 和各种惨不忍睹的画面后 反复的再度入侵体验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闪回 那这么描述的话 咱们可能还是很难理解 说实话我也很难理解 因为我无法做到感同身受 所以我会看很多很多的纪录片 或者一些就是具有冲击 视觉冲击和心理冲击的纪录片 你想一下 一个小时不到 一个连的人 或者说100号人就打光了 那什么叫做打光了 就是他们的血肉和脚下的泥土混杂在一起 你伸手抓一把地面 都是碎肉和泥土的夹杂 所以理解先辈们的伟大了吗 咱们以前总是说 说这个 先辈们牺牲多么伟大 但是更像是一种 很空的话语 但是 当咱们真的把它剖析开以后 你会发现 我们一直知道先辈们伟大 但是我们终究还是低估了他们的伟大 我记得有一个采访片段 是询问抗美援朝的老兵 那个老兵当时说了一段故事 我记忆忧心 就是他说 他们入朝之前 有个卫生队的小姑娘 特别喜欢唱歌 而且喜欢扎着两个辫子 然后他们在入朝途中 遭遇了敌级的风炸 等他再去找这个卫生队的小姑娘的时候 没有找到他 但是他往河里一看 一个被炸的惨不忍睹的头颅上面 还飘着两个辫子 我不再往下说了 我怕大家害怕 医生和护士都叫他小脚 因为你问到他年龄的时候 他永远回答都是17岁